如果是一个女生 绝对会养在物质方面 尽自己所能吧 去满足她一切要求 我觉得只要真喜欢她 做这些事情我不后悔 我也不小气 五万左右吧 十万块钱左右吧 年数的十五万以上 流动资金好歹有个五十万起吧 在有房有车的情况下的流动 首先有一套房 有一辆车的话 才给了我一个底气或者永续 去进行恋爱之类的 结婚的话至少得有一套房 还有买车 五百万吧 是吗 买房子买车 我就挺反对这种 就是说一定要定义 就是我拥有了多少钱 然后拥有了房子或者什么 我才可以去恋爱 我觉得不是钱的事 多少钱都可以 经济跟爱情 没有那么成正比吧 如果说只是单纯恋爱的话 我觉得钱什么的 可能还不会太去考虑到 她考察我的经济挑战吗 那就我会考虑她是不是扎女 她不能一开头 都会跟我提这些东西吗 如果咱俩寻衅建议到以后了 你可以再逐步的跟我提 男方肯定得有经济实力 不然的话怎么能让女方有安全感 我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女生 不是喜欢的我这个人 而是我金钱这方面 我的观点就是零容忍 我有才会给 对不对 我没有的话 你不能张手跟我要 女方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 是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社会压力比较大 然后有一定对自己的 有一个保障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要求一点 但是不要太过于的那种物质那种 物质上的门当户对 我觉得应该是也很重要 比精神上要重要很多 两个人的消费观就有很大的差异的话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会很累 经济上有一定差距的话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 事业和想法是不一致的 物质方面 门当户对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只要你家里人 拧行一股神 然后去努力 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能有个稳定的生活 其实还好 你的家庭的价值观 一定要跟我的家庭价值观 你的价值观 一定要跟我的价值观 人生观都一致 我在外边一直打拼 你在家里边就是 shipping啊 就在家里边这种玩 我觉得这种 对于我来说 这种人 我是不可能会去跟他恋爱的 敢裸婚的都帅有勇气的 我非常想裸婚 但是对方不让我裸婚 我也就屈从了对方了 有钱结婚 没钱也可以结婚 我赞成裸婚 我觉得裸婚可能是一种 比较冲动的行为 我觉得裸婚是不OK的 你连自己的生活 都没有办法确保 就更别谈 对另外一方的责任了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 后来逐渐长大 理解父母的用心之后 我发现其实这个是对女方 特别是女方 是特别不公平的 裸婚的话 两个人的感情 可能就没有那么坚定了 毕竟结婚是一件 不仅是感情 还有就是金钱上的 这样一种交换 两个人真的喜欢的话 必须得两个人攒够了钱 有一定经济的实力 再去结婚 80年代或者90年代 可能都不是这样 大家可以在追求温饱的过程中 两口子来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不断地向前行 相互扶持 而现在因为咱们中国国家经济 已经非常不错了 大家会更追求层次和精神上的东西 压力大可能不是因为对方 或者是对方父母的要求造成的 而是整个社会 它不停在发展 就生活成本什么都在提高 这种压力 其实是对整个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群体 都增加了 如果没有压力 怎么去有动力呢 而且往往我认为说我要在这种城市 要生存下来 或者说我活得更好的话 我一定要有一定的压力的 如果我要选择安逸的话 我就不会来到这些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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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